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快速通过港区国安法 习近平也即刻签署 即刻生效 全世界这两天都围绕着香港国安法的纷纷扰扰 川普美国也祭出了一些动作 讲话是越讲越重 但是给有一些人的感觉是说美国能做的好像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也不能够再往下走 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香港就这样走下去了 香港就这样告别其日香港 要走向另一个香港 小平你这两天我看都跟我们几位贵宾跟同事在谈论这个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看法或是感想 这个香港这个事情你肯定拦不住了啊 这个北京这次下了很大的决心 啊 西方也不能管用啊 管不了用 这是一条道要找到黑 那个标题上说啊 习近平独裁方式重塑香港 实际上是纽约时报最新一篇文章 对习近平的一个评论啊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论 说通过推行如此全面严厉的立法 北京的共产党人挫败了香港的民族运动 他们也对来自川普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反对意见毫不在意 显示了习近平按照自己的独裁方式 重塑香港的这个决心 所以说这个这是西方的一个看法 那么一国两制是不是没了啊 那么在很多人看的是没了 北京可不这么想 北京啊 既想要一个用独裁方式重塑香港啊 这样一种政治效果 同时呢 北京也想给全世界仍然制造的一种虚荒 说我们还有一国两制 我们还有高度知智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 北京跟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这是要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看问题就不一样 我是想啊 因为有一种 说不定是偏见了 但是有一种看法就是 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 回归中国 毕竟他现在是中国领土 那03年开始有关于这个 激变法修正23条的事情 就开始被董建华的时候 拿出来讨论 但是没有办法实施 2015年雨伞革命 到去年的这个反送中 引起的这个风波 到今年 习近平 中共 北京当局 快刀斩乱麻 直接 邓小平讲了50年香港不变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完全没有了 这个50年的承诺 提前27年就结束它 只有23年 反正在23周年之后 七 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县 这个周年的时候 就把签署这个港区国安法 小平有人讲啊 当然我这是 我这是一种 没有任何偏见的想法 如果说没有像这种 这些所谓的风波 跟这个运动的话 嗯 是不是没有今天的 这种港区国安法 这说是你们 这说这话的人 太不了解共产党 和现在的这个 共产党的领导人了 嗯 这就是我想要提出来 让你来澄清说明一下 对啊 现在好像这个 香港把国安法立了 他们今天就不会这样 香港这个 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问题 它为什么没有利益呢 是我是觉得它 没有这么严重 香港的这个本身的法律 它能够满足 这个维持香港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 这样一个要求 嗯 可以可以说 就是说在 在你强推这样一部法律 以前香港的这个形势啊 或者香港跟大陆的这种关系啊 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最好的时候 当然是97年 我觉得啊 那个时候那个 英国啊 把香港啊 不管怎么样啊 邓小平那个时代 是按照国际条约 还是邓小平 以这个军事威胁 嗯 把这个香港的这个 拿回去了啊 三个部分 当时 昨天我在节目 我就谈了 当时 按诸约 只有一部分 有两部分 那个时候 已经永久隔让了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 他都要 要回去 那撒切尔 没有办法 啊 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邓小平说 我们要回主权 但是我们把自权 仍然基本上是交给你 交给 交给香港 这是香港这个 高度自治的这个来历 一国两制的来历 嗯 他他通过这个方式 换回了主权 他不是通过方式 换回了国家安全 他换回的主权 两个概念搞清楚啊 在这种谈判的背景之下 香港才有高度的支持啊 然后 一国两制的这个设计 当然只是设计了国防和外交 属于中央政府 国防和外交 属于中央政府 这种安排在很多的 这稍微借鉴联邦主义 这种处理 啊 整体和部分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比较通行的 一个做法 啊 中央政府管什么 管 外交 管国防 剩下的都交给香港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 香港的基本法和 中英联合声明里头 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 当时还有一个实现是五十年 那么五十年以后你变 你再去变啊 因为前面有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你有一个国际承诺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啊 很多人说 哪个国家不管国安法 哪个国家没有国安法 都是胡说八道 很多国家 他不管国家安全事务 按照现在这个 这一次北京立法确定的四点路来看 很多国家没有这种东西的 美国就没这个东西 啊 美国是一般的是暴乱啊 暴暴乱 Riot 啊 这个是一种这个对秩序的违反啊 不是指的你政治意义上的这种犯罪 然后呢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 这个他是叛国罪的 而叛国罪在美国那是非常罕见的 哪有像中国这些年来放颠覆罪的 放反革命三农罪的那么多啊 世界上中国生产世界上最高比例的 颠覆政府罪的犯罪分子 他那个概念是无限大的 那么这个国安的问题呢 当初从这个制度设计上来说呢 他也属于属于香港立法 那么这个香港立法的主体 不是全国人大 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是香港的立法会 这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个东西 既是中国跟香港的承诺 也是中国跟英国的一个承诺 那么到后来以后 什么时候发生呢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节点 在什么时候 我们不用去说那么细啊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的清楚的 他要强推国安法 国安法呢没有成功 导致香港的局势的动荡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北京一批人出主意 在香港提出全面管制权 我就从这时候开始 然后呢把这个最初的 邓小平跟英国人谈的 那个香港问题的安排 已经进行了重塑 那时候就进行了重塑 那么那个时候的重塑的主体 主人不是习近平 是另外一个人而已 所以今天啊 我们这个标题上说习近平把这个 《纽约时报》说 习近平有独大方式重塑香港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 香港就一直在被重塑 他实际上昨天我们的嘉宾 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要补缺 补二三条的缺 二三条这个缺是要补的 在某个意义上是香港要完成 这样一个立法 但是这个立法主体是香港的立法会 立法会要完成这个立法 他一死亡不成 你不可能说 北京说我自己来 从当初这个搞基本法的时候 就没有说你北京来干这个事情 这是两回事 香港能不能把这个二三条立法完成 和你北京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两码事 这个事情就跟这个生孩子一样的 人家不能怀孕对不对啊 怀不了你不能说我来 我来帮你怀孕 那过界了 这问题在这啊 所以说这一次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帮人 这些很多人有一个观点 说香港人那地方没有建好就收 来批评香港 有这种这样一种观点 那实际上我就觉得 我真觉得这个 从普选权 到这个强推二十三条立法 到最近的一系列的东西的 看的北京领导人 他很多时候换了人之后呢 香港的很多东西就不由您了 你建好收你建好不收 结果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香港的国安问题 国家安全问题 真的有那么复杂 有那么有那么危险吗 很大一步 很大一步一步程度上 属于我觉得是政治阴谋 没有那么严重 港独的出现是北京 这个全面管制权以后出现的事情 是北京去 在很大一个以上 你去刺激刺激那个地方 那么从香港直接抓人 这也是你刺激 这也是这个泛民主派刺激出来的 根本就不对嘛 英国关系不对嘛 所以我不知道 说这样话的人 好像北京还可能有另外一个 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 是这样一种假设 好像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 习近平就不是习近平 所以这种观念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没错了 当然很多人这样认为 这是港独 你刚才提到的 我同意就是说 港独是这个北京 是习近平 刺激出来 当然很多人也提到了这次香港港区国安网 小兵 我想你也观察到了 这一次这个香港这个事情 英国跟美国是在国际界里面反应最激烈的 我想各种的原因你也很清楚 那习近平用独裁的方式重塑香港之后 好像感觉大家忽然间忘记了这个武汉跟北京的疫情 也忘记了这个三峡洪水的危机 也忘记了这个大陆经济下滑的这个现象 在转移焦点 当然习近平有他的想法 他的这个决心呢 他的意志力好像是无人能够动摇 不过川普谈到美国的这个制裁 这个美国众议院昨天在这个香港自治法里面 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之后 昨天众议院也通过了 现在就等这个川普形式上签个字了 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香港自治法之外 美国前 美国去年 美国前一阵子也通过了这个关于香港人权移民主法案 我想这都是对香港 这个中共对香港的管控的一种反制 那也对这个破坏香港自治的官员呢 也提出了所谓签证限制 那美国商务部也对这个 取消了这个香港的这个特殊贸易地位 那也取消了有关于这个军用国防的这个产品的出口 以及军民两用产品到香港出口 当然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也取消了商务部对香港取消了这个出口许可的豁免 小平你觉得除了美国除了能做这些东西之外 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制裁的措施有没有效 能不能够反制到 中共 那到底有没有效 而且川普在11月大选之前 他是不是还会有别的方法来做出一些反制动作 有没有效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有没有效 所有的制裁都是有效 啊 为什么呢 你禁止一个官员进入美国 他就不能来了吗 当然有效果 啊 但是他要不来的话 你就没有效果 但是现在他这个制裁什么 制裁他的儿女 制裁他的家属 所以说他在某个意义上啊 考虑了这种情况 就是我制裁这个官员 这个官员可能啊 他有时候因公的关系 根本就来不了美国 那么他家属来不了 那么家属十六八九是跟美国有关系的 啊 这个制裁啊 他的最有杀伤力的东西 签证制裁是在家属的制裁 在某个意义上 这是这是第一个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每一项制裁都会带来这个智商效果 就是反这个那个那个 你弄你这个弹回来 伤到自己的效果 那么现在北京这一次 死无前列的要来 反过来也制裁这个美国 当然他的效果差得远了 就像当年俄罗斯啊 反击美国一样 你也美国制裁俄罗斯 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 那么俄罗斯也来制裁美国 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美国人去俄罗斯的少得多 啊 他的反制实际上是象征性的 那么军民两用技术的这个执照的这样一种啊 宗旨 这个东西呢 他也有效果 但是人家说了他效果不大 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出口能不多 嗯 这是一种说就一百多亿美元嘛 但也不少了 这个东西你看看你要出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东西 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不在于钱 而在于这一些技术 有的时候能够被北京所使用 啊 你一个 你当初呢计算一件商品的一件产品的价格意义不大 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计算它的技术含量 那那意义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你怎么看去啊 这个 美国在很大一步 一段时间里对北京是绥靖的 他 他把军民两用技术 出口到香港 那不就得出口到北京了吗 但是他就一直出口 啊 所以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啊 寄托着资本主义的某种虚伪 也寄托着资本主义的某种妥协 啊 也可以说寄托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某种和平演变的虚幻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在香港这地方经常是睁着眼闭着眼的 现在啊 人们关注的最大的一个制裁就是这个金融制裁 那么金融制裁这招呢一直就没有出来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特别的这个关税待遇 特别关税待遇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SWIFT 就是这个啊 国际什么 电讯 啊 会对的 这两个东西 这是最最最最 说是最有杀伤力的 当然就是这两这两招呢 对美国的伤害也最大 没错 对美国的伤害特别大 因为如果这两招要用上的话 香港的就死掉了 中香港的这个经济这个转口贸易这种可能都死掉了 因为 现在美国对香港和对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不同的税率 那我看的数字是每年从香港转口进入美国的贸易 有多少有5000多亿美元 这个东西就没了 嗯 还有一个如果这个做进一步的金融制裁的话 那么中国通过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啊 外汇来源的这个渠道啊 我看的那个数字到50%到80% 但这两招字呢会出手呢会让美国伤很伤得很重 美国伤得很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关注就是川普啊 会不会出手来做这些事情啊 美国曾经暗示要这么做啊 这个财政部长姆鲁钦啊 川普说我们要用最强用力的办法去制裁 美国曾经暗示过 但是呢这种暗示对北京都不管用 显然从现在来看北京在香港出手之重啊 那蓬佩奥跟这个杨洁篪在夏威夷谈 是没谈出什么东西出来的啊 后来媒体报道出来北京做出了一些承诺 实际上啊北京的最大的承诺啊 就是我们要继续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有但是 香港新疆台湾这些问题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你们出手制裁的话 我们把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给你毁了 这是这是北京啊 北京现在就是利用在全世界不仅对美国 就是利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形成的 这个全球经济交往啊 中国的大市场把所有的这些欧洲和美国 全部给它吸收吸引到你这个这个这个线 这个经济现金里头 那你不能自拔 然后引以为傲的宣布啊 我们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还有一个他没说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人 所有人都埋在这个生意坑里头 他形成西方对北京的这样一种依赖 实际上美国也掉进掉在里头 那么这个贸易协议就是让美国掉在里头的 北京的真的牌在对美国有杀生力的牌并不多的啊 像贸易协议这个事情 当初在谈贸易协议时候 我们已经争动了很多次了 嗯 美国也他对美国有好处 在某国意义上间接帮助川普的这个选举啊 那么就在这个问题上 博尔顿批评川普 以私利高于国家利益 来求习近平帮他连任 我觉得这个里头的逻辑关系可能有有问题啊 川普后来自己说 让中国买农产品符合美国的利益 特别符合美国农民的利益 那么如果美国农民的农产品卖出去的话 客观上有利于我的选举 他把这种东西给逻辑关系给理出来了 可是在博尔顿那个地方 他就把他解读为川普为了自己连任 要美国要美中国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么中国要买美国农产品叫求习近平 那么这样的话 他把自己的连任利益 看成高于美国农民的利益 高于美国的利益 是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川普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和博尔顿解读不一样 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很清楚 这个贸易协议 为什么北京能够不断的拿来要挟美国 一个是中美的经济关系 这种交错 这种交质 有的时候难以分 难以这个脱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农产品的购买 能够对川普的连任形成某种效果 这是一种假设 也就是这是一种假设 那么最后结果 这个假设成不成立 我们要看川普最后单选 成不成功 在北京把这个贸易协议毁掉的情况之下 川普如果单选的话 那么北京实际上这一招 基本上就是没有用 但现在不能证明的 不能证明是一种假设 那么现在我们 我在之前在香港问题出来以后 我就说过美国 美国的第一的问题 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第一就是要川普优先 川普不优先的话 没法落实美国优先 这就形成了跟香港 跟新疆问题的一个冲突 新疆问题明显就出现的情况 川普被骂了一个狗血碰头 就是他是明确的说 他说新疆问题上 我们没有下那么重的手制裁 就是因为我们在跟中国的贸易协议进行之中 而且中国买了很多东西 大家注意 中国买东西这个东西 实际上也在掉 吃个鱼饵 在掉它 他如果不买的话呢 川普就一脚踩下去了 就干脆我不要了 中国又买 买的还很多 所以北京一直在拿这个掉 掉这个川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他放过了新疆 但是北京觉得贸易协议这个事情 可以不断的像龙虾山吃 在香港的问题上 尽力得动筋吃 那你这个龙虾 你在新疆问题上吃了一回 你在贸易谈判那吃了一回 你现在到香港 你又来吃一回 我觉得香港问题上 这个贸易协议 确确实实是川普的 仍然是他的一个包袱 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选情啊 有一些对川普不利的地方 我不认为对他构成 致命性的这种打击 当然我觉得他不利 所以说在一种 非常非常接近的一种游戏之中 他如果在某些方面 对中国的出招出的不对的话 川普有可能 失掉一些关键的一些州 那这些州呢 跟这个农产品的低级的贸易协议 都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是这个经济 这是精致的这种计算的一个考虑 那么当行政当局要决定 对中国经营最强有力的制裁的时候 就是香港进入制裁的时候 大家肯定要问 对这个11月选举的安排 所以现在啊 中美博弈 大家看到这11月这个节点 很多人会认为 最重的打击会在11月以后 反正都已经选完了 结果都出来了 是啊 结果出来了 如果川普不在台上 那剩下就是拜登的 全部全部把底台献出来 对啊 那东西是没有没有 北京没有 北京和美国之间就是应对应的 贸易协议这个事情 也甭甭甭想拿它再来要挟了 这个牌已经过期了 啊 就是我觉得就这么个游戏 现在他在计算的是 这个出这么重的手 对川普的影响如何 我觉得在这是问题上 这内政问题要先解决啊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香港问题真的我要往后靠 但是靠也是靠那么几个月 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军民 军民养用技术啊 这个另外有个国防 这个设备的问题 香港去年才跟美国买了 240万美元啊 240万美元的这个国防用品 事实上香港这个国防需求 反映很少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独立主权的国家 所以它没有什么外交国防的 军事上面的这个需求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提到了 这个川普对香港只能有一些 所谓的取消特殊待遇 禁止这个军民养用的技术 还有国防设备的出口 但是他不敢做一些 做一些比较实质性 有效的东西制裁香港 因为现在美国啊 每年从香港拿到300亿 将近300亿美元的 这个贸易顺差 这是美国在全世界 最主要的顺差来源之一啊 你如果做了太过分 你也伤了自己本身 也伤了自己美国的产业 也伤了自己川普的权 就是刚才可能跟小平 你提到的有点像 所以为什么有些评论文章 提到了说 川普对这个香港 对中共的制裁 事实上是 是实际上意义 大于实际的意义 第二点就是有人认为说 这次香港问题 港区这个国安法的事情 其实冲击最大的是 对英国跟美国的 在香港的情报作业系统 还有对港独 刚才小平提到的 在港独那一批人 可能影响比较深一点 小平你看吧 这个可不是 这个法律啊 这个前面那个话题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这个川普啊 他不是这个香港的总统 他是美国的总统 他是不是 一部分人的 这个人权爱好者的总统 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所以说他在这个 做决策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要平衡各种利益 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 分清楚的话呢 那么中国人的理解 中国人就是希望 很多中国希望川普啊 在这个问题上 他出手重一些 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 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问题 这一部分的人利益 他肯定会对这个行政当 川普当局形成一种压力啊 嗯 你你你你不 你在考虑制裁香港的时候 你要考虑我们这些人的利益啊 甚至于 这个很多这个 驱逐在香港的这些人 他可能 这个在那边的人身安全 如果你这个对美国制裁太严重的话 中共可能拿美国人当人质啊 嗯 没错 对吧 香港香港 有八万五千 拥有美国护照的美国人 他要当人质啊 对啊 一千三 一千三百家企业 嗯 所以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很现实的一些 一些考虑啊 政治家在决策的时候 他要权衡过种过样的一些东西啊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我们经常批评川普 就是他自己的 在这里头的这种利益的权衡 他自己的就是他的 总统的连任的问题啊 如果总统连任没有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些分量的 过种因素加起来 他才能做这样一个决策 所以我们说最好的这个制裁 那么就是一种啊 有节奏性的啊 根据时间的啊 和这个大选的行情的一种推进啊 慢慢的出台制裁措施 我肯定啊 判断 我肯定判断 这个制裁会来到 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有一天他会出手啊 就是看到什么时候 是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他的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出手 这个机会 因为香港这个东西 北京在玩底线游戏 美国肯定要以底线游戏回应 否则的话 这个游戏没法玩了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川普也把香港的问题 这个当作他这个连任的很大的一个筹码 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提到的习近平独裁 这个重塑香港 到底美国川普能够做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想谈论 跟第一个也是跟香港有关系的 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对华政策 看起来似乎上有一点差异 那到底这一次的这个港区国安法 是北京香港余翁得利 还是北京在从中挑拨 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种对华政策的情节 小平你是不是对很多美国的专家 还有中国通的看法 有不同的想法还是怎么样 他不是啊 这个欧洲和这个事情很怪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才你也谈到在香港问题上 利害关系最近的是这个英国 那么我们应该指望英国去维护 中英联合生命的法律效率 因为他说这是联合国被案的 确确实实是联合国被案的 那么中国违反了这样一个国际条约 那么你应该找一个国际论坛去理论 然后呢再来确定相应的这种制裁措施 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现在 他没有多少办法 英国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 死无前列的这样一种举动 就是让这个持这个 海外护照 海外护照的这批人 可以成为这个英国公民 而且一阶级说了这个 好像原则上对几百万人是开放的 虽然他也曾经说过 他要跟五眼联盟的各国家去协调去 在英国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他做这种举动 实际上我觉得是比较 对香港人的帮助是比较实惠的 确实比较实惠的 但是呢 在这个打击这个中共啊 在香港的这样一种国安法的这个问题上呢 他可能打击不像有些人指望的那样有力度 这是这个英国 那么英国呢 我根据我一个朋友说 英国从欧洲脱欧以后呢 英国就不把自己当成这个欧洲一个国家看待 我不属于欧洲啊 所以现在是欧洲英国要并列 那么我们在这里方说的这个欧洲呢 不包括英国 欧盟应该讲欧盟啊 对就是欧盟 美跟欧盟 美跟欧盟的疏远 我们的题目 那么这个欧盟呢 现在呢 真的是啊 昨天我啊 我就正好看了一些报道 对不对啊 这个欧盟现在在对待北京的问题上 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啊 这个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乃恩 都是嘴巴上这个进行谴责啊 连谴责都不敢说 是深表遗憾 我们都知道的深表遗憾 是外交家们经常用的一些啊 最无聊的一句话 行李最高的啊 最无聊的一句话 他这个时候居然说出的啊 这是这个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和欧洲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 那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啊 这个伯雷利啊 说将在与中国的对话中 继续表示达担忧 然后后面还有一句 制裁不是正确的手段 等于说已经排除了欧盟 制裁北京的可能性 这就是这就是欧洲 欧洲在在香港问题上 他能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表示遗憾啊 另外还有一个表示继续对话 啊这个继续对话 还只是一厢情愿 人家中国跟你对不对 还不知道 这就是欧盟啊 这也是在某个意义上是默克尔对北京的态度 深一照做 这个对话进行 搭不搭理你就是北京的事 欧洲一直在这样一种 通过这样一种对话来维持他跟北京交往的啊 所谓的道义关系 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去对不去说对话的话呢 所谓的欧洲这个欧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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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体呢 它的价值优势就不存在了 嗯 实际上当欧洲成为北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时候 它的这个价值上的这种优势已经没有没有了 北京也知道了 你把我掉到我这个坑里来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没有用 我们前面说了 美国掉到了中国的经济大坑里头 欧洲何尝不是 美国现在还在反思 欧洲现在连反思能力都没有 就是在这 那么现在我看到啊 德国导致出来说要形成共同的对华的立场 啊 要形成共同的对华立场 但是这个对华立场我我已经说了 非常难办啊 他们现在共同的对华立场就是表示啊 担忧 另外就是西方对话 这就是他们的对华的对华的这个共同立场 那么这个担忧 你担忧啥给你一点 这是中国主权 中国已经回的回答了你对不对啊 第二个对话 我刚才说了 根本就不会在不会在乎你 第三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担忧和你的对话 都因为你要跟中国做生意 显得没有分量 这是一个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导致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没有发言权了啊 这个也没有影响力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欧洲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政治体 它要一个共同性的说法 这涉及到集体共识问题 那么你要把这些几十个国家弄成一个集体共识的话 我觉得在欧洲非常非常难的 这也是欧洲为什么在欧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啊 软弱无力 显摆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国家 各自有自己的小舅舅 嗯 他没法形成一个集体的共识 啊 他的集体共识就唱高调 有时候啊 我们要保持这个什么价值啊 啊 剩下之外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共识 如果有共识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在经济上跟中国做交 做交啊 这是最容易达成的公司 做生意的公司 除此以外 我不认为在欧洲在对中国问题上有什么共识 那么最后一点 那么正是因为啊 这个 欧洲在对北京的这样一种立场啊 而且呢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重新梳理美国跟世界秩序的关系 集中包括美国跟他的这个传统所谓的盟友 欧洲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呢 啊 我们看到那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的有一个专家 他就说啊 欧美双方在不少领域开始疏远 嗯嗯 这里都有分析 中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进行突破 趁机出手香港 打开是这个西方最薄弱的 那那那小平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也是美国自己要负这个责任 你先看你刚才提到那一点就是说 相较于美国对香港问题对中共的制裁 英国好像除了首相的这个政府 还有英国政府的这个高度谴责啊 这个违反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之外 其实英国所能够做的这个制裁跟反制动作 也没有多少 除了刚才讲BNO 香港海外护照之外 现在目前拥有香港拥有这个护照只有35万人 那英国就很大方的讲说 我可以提供给有资格的那290万 或是将近300万的这个香港居民来申请这个东西 而且也放宽香港居民到英国的这个 本来是工作签证是六个月 可以放宽到五年 五年之后你可以等待 等待这个申请英国公民 那当然英国这样的动作对北京来讲是一大事迹 也对中英关系投下了一个变数 那回到欧盟这个问题来讲 欧盟就跟小平讲了一样 这个唯一的共识怎么样形成对华政策一个反制很难 因为现在欧盟虽然跟美国有同样的所谓价值观 但在对华政策上面充满了很多分歧跟冲突 尤其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 欧洲重创非常严重包括德国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包括西班牙 这个所以他们要寻求共识很难 尤其中国现在又是欧盟的第二大这个贸易伙伴 这么样的大经济力就跟他那小平一讲了 这个你有那么大的经济依赖的话 你很难就对中国形成一个强硬强而有力的一种制裁跟反应的力道 所以你只能淪于所谓的谴责遗憾 希望中国能够这个旅行这个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 就只能只能这样做好像是已经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美国川普一开始上任之后 这三过去三年多来跟他的北约这些盟友慢慢的梳理 对很多价值观尤其在这个美军这个军费军费这个分摊比例上面 也惹火了所有欧洲国家 现在准备从德国撤了九千五百万美军 对不对 这九千五百万对德国经济利益伤害很大 德国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美国同一步调 在处理所谓的香港问题 反制香港问题 是不是这样 这不可能的 欧洲现在这个确确实实跟美国有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川普川普他要在北约问题上他要算账 算账说白了的话 这个东西从从这个国际条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德国这个没有满足这个国际条约的要求 军费的开支的2% 你没有达到你只1%左右 你现在才1.4 你才是1.4 那么陈耀龙先生跟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你把这些钱省下来之后 你可以在在这个 德国不断的搞福利 你可以大量的花费很多亿美元 你去接受这个 那个移民 用来搞福利 然后呢 你可以让你不断的这个竞选连任 他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 来月 节省于军这个北约开支 这个2%的开支的话 你把这些钱拿出来的话 也许你政治上的行情就不会不会这样了 他有这样这样一种分析 那么川普只说你把这个把这个事情弄成2% 看起来这是只是一个数码字的一个差异啊 但是呢 这个川普确确实实认为 就是说你可以看见他在 韩国要人家给他支票 负担军事费用 他这个在全世界都算算这样一些账啊 他在某个意义上 他把这个他一种更现实主义的一种方式来梳理美国跟世界的这种关系 而在之前很大意义 我认为是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和世界警察你必须付的学费 那么川普他说我们美国不愿意扮演这种角色 这是一部分就是这是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在中国崛起来之后呢 即使没有川普这个因素 欧洲也要重新衡量他跟美国角色的定位 这一点呢 英国都开始在那见机抽身了 跟中国发展关系 就是说这个这个川普只是在这个国际政治发展的某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 要梳理美欧关系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实际上当中国崛起来之后欧洲本身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跟美国关系到底有多近 我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 那么你可以现在可以看见 在欧洲里头实际上 你像默克尔他是 这边我需要美国 只要你看到现在他需要美国的军队留在留在德国 嗯 他说对你也有好处啊 啊 对我们有好处 对你也有好处啊 而且现在史无前点说我们愿意增加 我们愿意增加这个这个军费啊 事实上说我们在增加 但是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达标啊 我看到最新数据是1.4 当然默克尔说我要增加 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 实际上默克尔离开德国政坛的时间不多 那个那个已经很快就到了 但是为他的下任可能留下的 留下的这个一种政治寄托 他意识到这里头的问题 你如果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美国跟德国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 德国默克尔跟川普的私人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张 最近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 川普在电话里大骂了默克尔之类的 那两个关系很不好现在啊 从美国跟德国的关系 美国跟世界秩序的重塑 一直到川普跟默克尔之间的这种事情 最后导致两个人私人关系也加带进来了 这是个问题 这真的是个问题 你甭指望现在德国在很多问题 跟美国人达成一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欧洲还有一个法国 法国从来就是说要跟美国保持距离的 人就跟德国 找到德国这条线上去了 他就是要跟美国拉开距离 不管你中国大还不大 小还是大 他都要跟美国拉开距离 而德国确确实实 他现在确实是 这边要跟中国赚钱 那边要跟美国 美国要美国租金 他想把两个东西都留在这 而你自己又不愿意达到军费的 开支的要求 这就是矛盾 如果你把军费开支的 弄上去之后 你的福利就减少 你福利减少的话 必然就对这个 这个执政党的这个 选票行政冲击 这是默克尔也得算我自己 默克尔优先的问题 就像川普要买农产品的 卖农产品的东西一样 政治家们都在给你们一算 如果你把它算得高大一点的话 他要维持世界和平 要维持这个多边利益的交换体系 如果按照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 那么如果你把它换成博尔洞式的语言 那你是个人利益也是高于国家利益 你的政治家你们在做的时候 你的有些政策就可能让你失去选票 那么我的政策 我选的不是失去选票的方式 而于展选票的方式的话 那当然就是可以说 你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了 所以说 要知道小平的标准的话 有些人就说 普洛顿把自己的利益看 就比国家利益还高 因为他批评川普 他是个人的一种 各种一种评判 他是个人的一种评判 他是一种观点 他不是个事实 他就基于某一些事实在那 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而基于同样的事实 我们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问题在这 然后他跟川普一参加的私人恩怨 川普对他也很狠了 当初把他弄走的时候 川普说话是狠狠的 但是我就说过 我说川普这么搞的话 以后有后果了 川普把白宫当成这个川普企业 用人也是这样的 来就来去就去 他肯定会后果的 对 这就没想到 布尔东这一本回忆录 给他打击 打击 实际上打击是很大的 我可以这么说 当然川普不怕 他老一条他练过的 是不是啊 他不怕 对 他这辈子就是被骂 都什么 骂他什么没听过呀 是不是 他都都都成熟过 所以他无所谓 打不死他 问题在这儿 但是呢 作为一个总统放在油锅上 受舆论监考 这些年来我们也很少见的 没有一个总统像川普这样 被舆论监考 没有错 几乎 媒体啊 每日好几问 每天都在挑这个川普的这个 就像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到 纽约时报一样 不过啊 这个这两天冷静下来 香港的问题 小平我不想你们看法 其实受伤最严重的香港本身 香港的地位 还有香港的民众 其实中共啊 习近平大概就是 给人家感觉独裁啊 或是就是形象啊 中国的形象受损 但是我觉得好像受伤害的 最重的好像是香港 还有香港本身 还有香港的民众 香港的经济 那其实对欧洲人 对欧盟来讲 为什么对中国这个处理香港问题 很难制作出经济很大因素之外 毕竟香港不管怎么样变化 它毕竟还是通往中国的一个商机门户啊 一个市场的树鸟 我想这个地位 我想不会因为这次香港国安法 而有所改变 这个难说了 我跟你说 你可能有点乐观 那个资本家啊 资本家说实在话 哪个地方有同处啊 它就会过去 这是这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的环境够坏了吧 是不是啊 但是资本家盯着北京赚钱 啊 没错 即使把香港搞成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冲击来就这样吗 对不对啊 资本家还要盯着这块肥肉去吃 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啊 美国政府在这里面的态度 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如果美国的这个国会啊 昨天刚刚通过这个香港问责法啊 我看到的消息 现在这个法案呢 又回到了参议院 星期四 美国参议院呢 会得得出一个就是啊 共同同意的一个版本 我估计啊 可能是这个参议众议院在这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些微的一些修改啊 然后呢 当然是不大啊 当然是不大 参议院可以很迅速的把这个啊 最后的程序走完 星期四就结束 今天我们是啊 应该就是今天 嗯 今天礼拜四 对 今天礼拜四 对 昨天我看到的消息 一个参议院说 我心里参议院很快可以搞完 搞完之后 搞完以后就给川普 因为现在大笔数通过 川普否决都没有用 那么这个制裁呢 实际上是对这个啊 玛格丽这个香港人权民族法案的一些补充 啊 就是对一些啊 跟那些官员 毁坏香港一国两制的官员 提供金融服务的这些银行进行制裁 嗯 实际上是一种 对这个香港人权民族法案的一种补充啊 那么加上香港人权民族法案 加上玛格丽 玛格丽茨基人权法案 嗯 几步法律这些东西一起施压的话呢 那些 还没有还没有谈到这个金融制裁啊 这个最后被迫这些企业要离开中国 要离开香港 这是这个最后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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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北京现在实际上就怕的是这个 但是呢 北京现在也做好了这种准备 做好了这种底线思维的准备 就一旦美国这么做的话 他们该怎么他们该怎么办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叫后院计划 你听说了吧 后院计划 嗯 就是这个香港啊 这个深圳啊 澳门啊 什么都搞成一个大的后院啊 来来来接替这个 一旦香港这种地位失去之后 能不能够补上去啊 当然 这个后院计划和香港的 香港如果美国制裁的话 经济金融制裁的话 香港永远不会有 你后院计划只是一个中国的后院 跟你跟香港没有关系 跟曾经的香港没有 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那些 特别关税区的地位不 不在的话 你你有什么差异啊 你深圳和澳门 你都是跟中国立地一样了 那么转口贸易没有 没有好处了 是不是啊 那么你香港的独特的这个 这个一些融资的环境 也没有了 都没有了 嗯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资本家还是要赚钱啊 只要中国在某个意义上 他还有 他为什么前面我跟你说了吗 他要 我们都觉得一国两制没有了 高度自治没有 他还得说我们有一国两制 我们有高度自治 这些话都是说给资本家听的 所以小明 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直接问题 就是你比较认为 请讲说香港的 国际金融地位 前三大的地位 可能 会受到影响 对 在全世界 而且大概率受到影响 但是有个数字你也知道 当然这是香港港区国安法里面 媒体很多报道 但是我们在媒体里面 媒体很多报道 跟事实真相 有时候是有出入的 那好像阿里巴巴 去年已经进驻香港 买了很多房地产 那中国第二大的电商网站 这个京东 最近也在香港上市 那个义网 很大的网 这个商务公司 也在 也在大陆 也在香港上市 IPO 那另外一个安平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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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也 保险 也在香港 很多的布局 也就是说 这样的资金 不断地注入香港 当然是要支撑整个香港 不要受到这波的动荡之后 影响到它原有在全球金融 第三大地位的这种 status 所以你还是认为说 这样是没办法维持的 它还是会变成一个内地城市 跟上海一样 但事实上 港珠澳大桥成立之后 中共本来的想法就是这样 把香港跟深圳 跟珠海搞成一片了 变成所谓的大南海 这个你讲的这个后院计划 这个你刚才谈到内部 前面那部分 是属于中概股的 潜在危险的问题 因为美国还有一部法律 美国还有一法律 就是对中概股的 一个针对中概股的一个概念 对很多现在中期 从这个华尔街退出来 准备到香港上市 这里头 有的说是1.3万亿 有的说是1.6万亿 那么正好呢 这个星期一 我跟和平先生的这个节目里 我就谈到 就是说这个 它这个非年度检查 年度检查制度 如果三年没有满足的话 你就要从华尔街这个栽牌的走人了 要下次 对啊 那而且从现在来看啊 它那个条件非常的苛刻 就是你因为我们我们说 叫合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按照现在中国的法律 你没法达到它的这种 满足它的合规的要求 因此这些啊 在华尔街上市的中概股呢 都面临着爆雷的危险 你要或者就不但 或者你就 想方设法跟中国政府去谈判啊 制度突破 最好满足这个华尔街 监管的要求 但是那个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政权法 涉及到保密法 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看它这里面涉及涉及到 你这里面有多少胆元 有多少这个胆章是怎么回事 这都叫披露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要去证明你不是受中国 受政府控制这个东西 那中国有几家企业 它能够证明它不受政府控制 这都是问题 所以说这些啊 你刚才提到这些企业 它撤回到香港 那是啊 它它如果这个香港好的话 它为什么还跑到美国来上市呢 美国当然是第一优先嘛 肯定是这样 嗯 筹资筹资得比较快嘛 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嘛 它到这来嘛 对不对啊 那么我没有最好 我推而求赤资嘛 回到香港去 因为香港那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是中共的这个 领土范围啊 它安全 嗯 对不对啊 因为推到了 推到了井干三 推到根据地嘛 当然是最安全的了 而且这些公司里头 有多少都是中国权贵呀 你回家嘛 安全了就这意思嘛 但是这个香港这个优势 啊 你推到香港 如果美国不给你特殊的待遇的话呢 你推到香港 你跟推到上海差不多 没有区别 刚才一再来抢他的 抢掉他的后院计划 这个后院计划 它是替补香港的计划的一个方案啊 前提就是说 如果美国对香港进行核弹级的经济制裁的话 那么这个后院计划实际上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替代香港的一个计划 这个房西方先生啊 我对他这个有一些讲话 我还是还是觉得还可以的 他说了一些真话 他就说什么像上海这东西深圳你替代香港门都没有 他说的就是香港的这种制度背景和西方给他的特殊的利益相看 没错 他提到这个上海跟深圳没办法取代香港 最主要是这个一些法令规章 国际通用的法令规章 还有国际汇队 也在香港这个美元英镑跟这个跟港币啊 都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啊 这个香港跟 现在上海跟深圳是做不到 这个世界上啊 这个世界上我前两天还看见最近有几个啊 中美关系的学者在讨论啊 这个中美关系啊 提到了一个 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 当年邓小平啊 说过跟美国靠近的人都发财了啊 那么跟美国敌对的人 最后都会都会陷入贫困 咱们就记住这句话啊 香港这个事情 他的这个 这种这个后果啊 不会现在马上 体验出来 即使美国现在私以最大压力和最大程度的一种制裁 他也不会出现 但是香港问题的制裁的措施陆续出台 以及中美之间关系的大变化 啊 会让香港变成 完全变成中国内陆一样的一个城市 当香港和中国所有内陆城市变成一样 中国和美国关系又成这个自由落体啊 看不到Aero型的拐点 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未来的这种贫困 是不惊讶的 嗯 啊 中国未来的贫困 不惊讶 嗯 记住这个 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发财 啊 跟美国搞不好关系的人 走向贫困 那美国本身自己会怎么样 美国啊 我们在这里我们要 如果按照你刚才讲的那个两个 Persumption 那两个假设议题 嗯 对啊 我们在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世界上是啊 这个所有人要往美国来的 美国是自由 这个是是是民主旅程的调额 那个那个那个灯塔啊 而不是所有人都到往中国去的 这个东西这些其实证明了啊 你的资金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美国 你的情人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美国啊 你 你想圈钱呢 你应该到哪去圈 应该到纽约来圈 这都是证明的 这些这些机会以后都没了 OK 这个谢谢和平 我们这个谈论香港啊 谈论很多 因为这几天就所有的这个 新闻都被香港洗版啊 这个接下来第三个议题 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 另外跟习近平一样想当终身皇帝的这个 俄罗斯总统普丁 哦 有人讲普丁 习近平可没说他要当终身皇帝 有人普丁 那他没有讲到他在做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他在做什么 习近平给中国人发出了一个神秘的信号 哦真的 什么信号来 那请小编跟我们讲一下 他把宪法里面那个终身任期 那个那个限制任期给抹掉了啊 嗯 然后这个搞成了一个无限任的这个国家元首 嗯 这是事实啊 但是呢 他在修宪的时候呢 他又通过党的这个啊 那个媒体表示啊 废出这个国家元首的限任制 不见的就是习近平要搞终身制 所以说是发出一个神秘的信号吗 是不是啊 法律上你是可以无限连任的 对 但是这个 你官媒又说习近平不搞终身制 所以说这个共产党啊就玩这种游戏啊 香港这一次他搞的神神秘秘的 是不是啊 制定一部法律 他搞成一个秘密立法啊 把所有的这个香港人这个人都蒙在鼓里头 说香港特首要看都不给看都不给看啊 迅雷不及掩耳 是啊 他香港特首给看都不给看 然后那个啊 那个香港的律程师司长那个曾多叶啊 还在那个接受BBC采访啊 BBC的记者问啊 可不可以以后啊 你通过国安法又可不可以喊敢呢 继续喊敢读啊 然后曾多叶怎么说啊 啊 要看你的意图是什么 不能单凭一个元素判断啊 这是不是犯罪啊 你要看他的打算意图是什么啊 是不是啊 他这么讲 在北京法律一出来 颠覆国家政权罪啊 只要你把香港想从北 从中国分离出去 即是犯罪 单场伤他耳光 对不对啊 难道难道难道不是吗 魁北克如果要从加拿大分离 纽州西州国安家从美国分离 不是也是判断罪吗 都是一样了 能能能能能能得搞清楚了 德克萨斯是加州独立 运动已经搞了很久了 我知道 没有人定他颠覆政府罪啊 嗯 在在美国你要在大街上说 纽约独立 你摆个摊子放在地上 弄个标语 没有人定你罪的 没人理你 对啊 在香港你要收出一个香港独立 你就是警察把你抓了 所以嘛 北京北京不应该这样 北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嘛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了 北京就是脑筋转不过来嘛 怎么叫转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很多时候说是全世界都有国安法 什么告谁告你全世界都有国安法 是不是啊 美国搞德州独立 加州独立运动 搞了多久了 你见过有谁这个颠覆政府吗 你见过谁叛国吗 不能够瞎扯到一起去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颠覆罪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香港的律师公会说要请换言论自由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安法 他把这个颠覆罪确定的时候 不管你使用没使用武力 你只要 扯啊 香港独立 你就犯罪 你言论你也可能犯罪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说他的模糊 他打几面大在这 很多时候香港人 香港独立 他是一种诉求 一种言论 那统一呢 统一啥啊 也是一个诉求 一种言论 统一可以说 独立不许说 独立不许说 对 统一可以说 这就是北京的政治正确了 啊 你贪独立 你就是犯 就是颠覆政府 就是这样 嗯 那如果对当地国呢 对当地国 对这对当地国 比方说香港呢 在香港可以讲同意 也可以讲独立 都可以讲 香港不允许讲独立 现在这个这个颠覆政府罪的罪里头 就有一个就是针对港独 现在这个国安法之后 发生之后 抓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人 搜出了一个香港独立的一个标 一个一个牌 一个标语啊 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哎 小平 我忽然想到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如果婆多了一个 有一天说要跟美国独立 怎么办 我只忽然想到 我没有 我没想到 我只忽然想到 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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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啊 你去活动 你去搞 你搞 你投票啊 嗯 嗯 这个吧 美国说实在话吧 美国是一个美国是个联邦制 当然这是一个不可风靡的联邦制 你如果用武力去搞这个独立的话 你肯定违法美国想法 但是你在言论上鼓吹独立运动 你在言论上鼓吹独立运动 不违法的 要搞清楚啊 所以如果婆多了一个跟官的 他们自己举行一个内部公投 要独立 美国也没话讲 他现在不属于这个 美国的这个五十个联邦 对啊 不是中 他不是中 他是一个特别区嘛 特区 对 如果你 如果根据我对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分离的这个运动的理解 你如果这个属于美国的一州 那么你要把这个州从美国分离出去 美国是不承认啊 这个这个这个分离的 不承认 法律上不承认的 嗯 OK 那么你在言论上要鼓吹什么 这样分离出去 那属于你的言论自由 你可以尽管去说 这是为什么德州和加州的这种啊 分离运动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 没有人啊 犯颠覆罪啊 也没有人犯叛国罪 没有 美国的叛国罪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是用武力 或者是资助敌国啊 这些要求 明确的要求的 非常明确 别把美国的这个泛泛意义的国安法跟中国的国安法快比 这是不能比的啊 哦 不要话题扯太远了 我们已经到第三个话题 谈一谈普丁啊 谈一谈普京啊 这个俄罗斯这个修宪公投刚结束啊 从6月25号到7月1号一个一个礼拜时间啊 修宪里面的项目公投项目里面有很多 其中有一项就是允许现任或前任总统得在竞选两届 那俄罗斯现在的这总统任期从4年改成现在的6年 那普丁从1999年代理到2000年上台之后 前前后后总统加总理总理又变总统 他现在已经这个在台上已经将近快20年时间 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2024年 一般来讲这次的修宪公投是为普丁来来来量身定做 他将2024年这一阵任期到了时候 他可以在选举得在连任 所以他最搞不好可以做到2036年 到那时候普京84岁了 这个一个一个共产极权国家 用这种所谓的公投来决定自己总统 帮自己总统的任期次来这个量身定做 这个小平你有什么看法 你是宪政专家 我是宪政专家 当然你是宪政专家 这个威权国家啊 威权国家这个领导人啊 这个喜欢搞这个 全民公投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民公投这种制度 在威权国家啊 他是如何服务于独裁者的 如果我是宪政专家啊 如果你说我是宪政专家的话 我就觉得应该在威权国家 禁止搞这种这个 全民公投 因为全民公投容易为威权国家的强人 所把握 这种例子我们在全世界 我们看到 委内瑞拉查韦斯 把一个富得流优的国家 搞成一个失败国家 啊 俄罗斯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例子 把一个啊 世界强国搞成了 现在中国广东都不如的三流国家 川普啊 不这个普京啊 上来的时候 当初我们都记得那句话 说要 给我二十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啊 现在普京干了二十年了 活生生的事证明他就是一个骗子 没错 活生生的事证明他就是一个骗子 然后他现在还要啊 二十年 他要还要二十年 这个东西啊 说实在话没有 没有 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事情呢 啊 很多人认为啊 俄罗斯有面子上的这个民主制度 有面子上的这种全民共同 至少比中共强 啊 世界上比中共强的多了 津巴布围都比中共强啊 非洲国家呀 你不能够什么时候跟中共比啊 中共的那个体制是全世界没有底线的 对不对 连非洲聪明都不如的一个制度 你整天把中共的制度拿来跟世界上的比 俄罗斯啊 津巴布围都属于进化的政治体制 那么俄罗斯的问题是属于进化的政治体制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俄罗斯有反对党 俄罗斯有这个啊 跟委内瑞拉一样 现代这个现代这个宪政民主的面子工程 他很多地方都满足了 但是呢 俄罗斯这个在委内瑞拉那样一个国家 他通过这个强人政治全民公投 他把所有的这种宪政制度 对他的框架的这种设计 他都可以进行突破 在俄罗斯呢 实际上啊 他普丁都是通过利用这种表面上的 这种民主制度 在这之前 他是消灭了所有他的反对派 然后他可以自信的啊 用民主和公投的方式来把自己推上去啊 这一点上他比习近平要要要要要强啊 他比习近平要强啊 他也学过习近平的这个修宪 他前面那次就修宪 后来发现啊 修宪完了以后到期 把那个总统认期改成六年啊 发现还不过瘾 现在又来把这个宪法全部推翻 然后再找了一个著名的俄罗斯的这个女啊 这个宇航员来说 所有原来的任期归零 重新算起 这也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这个啊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威权国家的领袖 利用全民公投来这个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 俄罗斯的这个人呢 啊 在某个意义上 就像现在中国人民一样 喜欢习近平 奴性太重 我没说奴性太重啊 我就说他们喜欢 一个喜欢普京 一个喜欢习近平啊 普京呢 尽管把这个国家搞成三流国家 是不是啊 但是他敢给西方怼啊 他是个民族新凶啊 为什么西方都不讲话呢 为什么美国都不讲话呢 你看 普京上来之后把这个俄罗斯经济搞了一塌糊涂啊 他不需要经济啊 我看了我看了这个俄罗斯光俄罗斯 俄罗斯很少有反对生意呢 俄罗斯一些媒体也讲啊 普京上来经济往下滑 根本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是普京这个上台之后这个出生的 他一辈子就是好像俄罗斯就一个总统就是普就是普京 他根本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美国这个国家 川普当总统需要经济政绩啊 因为他有选票 老百姓的选票和你在经济上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关联性的 当然在中国和俄罗斯不是这样 普京啊 干了那么久 俄罗斯的经济一塌糊涂 习近平干了多久啊 中国经济好吗 现在都摆地摊了 对不对啊 对这样的国家领导来说经济不算啥的啊 他们打的什么牌子 他们打民族主义的牌 跟美国强硬 普京和这个告诉你 世界上所有的啊 威权国家的领导人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 搞全民公投的 威权主义的 都跟美国标板子 把美国作为靶子 这是有规律性的东西 通过这个东西才建立合法性 通过民族主义建立合法性 所以你可以看见 普京在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上 他如何的硬 吞并领土 那么习近平在那边在南海造岛 让中国领土 这个领海范围扩大了 很多人都觉得习近平很棒 金昌荣就很狠狠地 郭松习近平啊 说把中国领土一下就放大了 然后习近平先生在香港这种强硬立场 中国很多人也支持啊 就是说在这种国家 他经济上不行 但是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强硬 通过自己的民族主义 通过自己跟美国的掰腕子 把美国作为一个靶子 来弥补自己的这个合法性的不足 这是有共性的一些东西 再在内部通过全民公投 我告诉你哪天习近平玩全民公投 你们真的别奇怪 到了这个习近平 这个他现在当然他现在是终身总统了 他现在是法律上是终身总统 到哪天他